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的发生率相对高一点 其中的发生率可能要在50%左右 那么事后生存的话 它需要依据肿瘤所在的部位 患者的年龄 以及消融的效果 这些很多的因素来充分的来进行 这些因素决定它的消融存活的时间 总的来讲 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手段 同时的话 也需要结合全身的治疗手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 如果说患者它是有基因突变的话 那么可以结合靶相药物 这样的话 来保证治疗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